水力来自于宇宙 四十亿年前的冰块 携带着宇宙的信息 降落地球并融化成水 水是一与生命之末 冲则这个生机昂杆的绿色地球 水在地球上循环温流 进入我们的身体 然后重新温暴世界的地 如果我们能读懂水所传递给我们的信息 我们一定会发现一部 极为图兰转祸的城市 人体百分之七十年游水歌唱 我们就是说 我们也许我们永远 存在着地球的信息 暂时回归宇宙 让我们向所有生命 发出富含的一个美的信息 让美丽的水接近 充满世界的美丽的角落 在每一刻 怀着一份爱与大音之心 让我们的大恩怡 永远生活在 沉静的水中央 好了啊 我们现在看完毕头了 视频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